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生物老师上课有讲到 环境因子会影响生物的组成 我猜应该是跟气候有关吧 没错哦 基本上在年雨量超过750毫米的地区 就有机会形成森林生态系 随着年均温的变化 还会衍生出不同的森林生态系哦 那么东衍山属于什么森林生态系啊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森林生态系呢 随着年均温的变化 有不同的森林生态系 低纬度温度较高的环境 可能形成热带雨林 四季分明温暖的环境 会形成落叶林 而高纬度寒冷的环境 可能形成真叶林 因为东衍山的垂直范围较大 随着高度越高 温度也越低 所以同时拥有落叶林与真叶林 那这三种森林有什么差别吗 看字面上的意思应该就知道了吧 落叶林的树会掉叶子 真叶林的树则长着像真一样的叶子 不过热带雨林我不太确定耶 的确是这样子 热带雨林是形容它温暖多雨的气候 这也是雨林里的树木 长得又高又密的原因 另外落叶林之所以会落叶 是因为在四季分明的地区 寒冷干燥的秋冬时 不适合植物生长 便会落叶停止生长 而真叶林 因为于常年寒冷干燥的地区 为减少水分散失 才演化出真状叶 既然不同的气候会形成不一样的森林 那么这些森林也住着不同种类的动物吧 没错 在植物生长密集的热带雨林里 动物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听力或是能够在树林间自由穿梭的能力 像是巨嘴鸟 眼镜猴 stumble comentários 和进毒蛙 而霞叶林 位于寒冷的地区 食物来源不稳定 所以 动物有冬眠或迁徙的特性 像是恢雄 拥雄 正确答案为C 隔天下课时 狐狸猫和小树蛙 兴奋地跑去生物老师的办公室 叽叽喳喳跟老师分享 昨天去东眼山旅行的内容 老师 我们昨天去东眼山 看到好多树木 鸟类 松鼠跟真菌 导来源还跟我们讲解 森林生态系 哇 看来这趟东眼山之旅 你们收获很多 老师 一定要像森林这么大 才能算是生态系吗 其实 生态系没有一定的大小 之前老师上课时有提到 生态系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 只要这两者都维持稳定 就可以称作是一个生态系 小如一个水滩 大如一整个地球 都可以视为生态系哦 那地球上除了森林生态系 还有哪些生态系呢 地球表面约有30%是陆地 70%是水域 所以科学家将生物圈分为 陆域生态系和水域生态系 两大生态系 因着年雨量的差异 陆域生态系又可以分成 森林生态系 草原生态系 跟沙漠生态系 是不是森林生态系的年雨量最多 接下来是草原生态系 沙漠生态系的年雨量最少 没错 就像小树娃说的这样 草原生态系因为干湿剂分明 降雨量没有森林生态系多 所以长不出高大的树木 主要以草本植物为主咯 狮子王的场景 是不是草原生态系 对的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草原上哦 狮子是草原上常见的肉食性动物 那电影里的丁满 蓬蓬 都是会出现在草原上的动物咯 小树娃说的没错 丁满是胡蒙 蓬蓬是油猪 另外大象 长颈鹿 斑马 还有猎豹 也是草原上会出没的动物 因为草原辽阔 不像森林有躲藏的地方 所以草原生态系上的动物 大多具有优秀的视觉 听觉 嗅觉 与优越的活动能力 分别用以观察周遭环境的变化 以逃避掠食者 或是追捕猎物 另外如果是不善于奔跑的动物 像土拨鼠这类小型动物 则会用血居的方式 躲避掠食者 正确答案为 A 老师 那沙漠生态系呢 我知道沙漠里 有些人长跟骆驼 沙漠环境相当严苛 生物需要有特殊构造 才能在这里生活 沙漠上好像很久才下一次雨 因为沙漠生态系 大多位于内陆 或是受到气候影响 年雨量平均不到250毫米 水资源相当缺乏 再来 水可以调节气候 所以缺水的沙漠 昼夜温差很大 确实不适合一般的生物生存 但像刚才狐狸猫提到的仙人长 它是沙漠中的生产者之一 之前我在课堂也有提过 因为它们的根系浅而广 可以快速吸水 具有肥厚的肉质精 与减少水分散失的症状液 所以具有耐旱的特质 能克服缺水的困境 那骆驼为什么可以生活在沙漠 它背上的土鳍有着很多水吗 骆驼背上的驼风 就是它在沙漠中的秘密武器 驼风里储存脂肪 分解后可以产生能量与水 另外 骆驼的尿液很浓 减少水分的流失 所以它们可以连续三四天不吃不喝 那骆驼在沙漠中要吃什么 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仙人长吧 骆驼会吃仙人长等耐旱植物 可是仙人长有症状液 那个很刺耶 骆驼的嘴巴不会受伤吗 骆驼的口腔很厚 可以保护它不被仙人长的叶子刺伤 老师 我们都在谈鹿玉生态系 那水玉生态系有什么特色呢 刚才上课终身已经想了 你们要赶快回去上课 之后有机会再讲给你们听吧 对哦 我们要赶快回教室 谢谢老师 正确答案为D 学完这个单元 我们一起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学到了这么多 那我们再动脑想一想 地球上除了陆玉生态系 还有水玉生态系 水玉生态系又可以再区分成哪些生态系呢 是依照哪些环境因子来区分的呢 欢迎你去找答案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